第三千四百一十六集 还有你们 跟你们打架 比那些草包有意思多了 杨公子低声对大伙说道 他在拖延时间 不要理会 直接杀过去 我来对付他 你们去 四宝刚杀了一只鬼口 直接朝着血摸飞了过去 祭出了罗汉金身 全身好像镀上了一层金粉 一一发光 你居然将这罗汉金身 修到了大城了 血摸也震惊不已 不然呢 你以为我这十多年 天天玩老婆带孩子吗 血摸冷哼了一声 喝了一口酒 喷吐在手中的长刀上 口中说道 好在我这十多年 也没闲着 长刀落下 化为力不极为壮观 而又恐怖的暴风雪 朝着四宝滚了过去 刀锋一眼看出 这暴风雪非同小可 立刻找十二门徒 前去帮衬四宝 十二门徒一拥而上 挡在了四宝两边 以悬门法阵之为站立 如同一排树木组成的 简苏带 希望能够挡住风雪 暴风雪狂掠而来 落在了众人身上 立刻黏上去 起初没什么感觉 但是越击越多 大伙伸手拍打 但却赶不上风雪 在身上寄存的速度 干脆转手为攻 往前去袭击雪魔 雪魔挥舞常道 左右着风雪之势 左右功法防守 自有一套体系 一边喝酒 口中一边念着诸葛亮的一首诗 一夜北风寒 万里同云后 长空雪乱飘 盖进江山旧 阳面观太絮 一时欲龙斗 纷纷临家飞 顷 遍于赵 碾到这儿 那十二门徒全身都被雪沾满了 一个个看上去 臃肿的 好像北极熊一般 行动也越来越迟缓 在雪中倒出乱走 像是迷了路似的 这家伙 功法也是大成了 几乎完全控制住了风雪之力 盗风这才出手 三青鬼夫飞出 穿过了雪雾 在众人头顶上悬挂 如同三坠小太阳 照引着十二人朝着一个方向走 最终都走了出来 一旦走出暴风雪的范围 身上的雪立刻就融化了 你们快走 不要管我 我一个人就能拖住他们 四宝的喊声 从风雪最核心处传来 众人定睛看去 只见她端坐雪中 身上金光灿烂 雪花只要落在她身上 立刻就融化了 一片也没办法 激在她身上 四宝顶得住 我们过去吧 吴家伟急起地说道 这些年她跟四宝一起住 对她的实力再熟悉不过了 听四宝的声音 就知道她远没到极限 于是大伙一起冲了过去 雪魔剑拦截不住 自己又被四宝拖住了 轻急之中 大猴力声 玄教教主 神功国士 大萝莉士 三位可等不得了 书画之间 一道人影从云层之中飞出 在宫中展开了身体 立刻遮住了大半个天空 众人顶惊看去 只见这家伙 通体末绿 四条腿 身形如同虎豹 脑胆如牛 但是长着两排森然力齿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飞冲天 立刻展开了蝙蝠 一样的双翼 在空中翱翔起来 寻找着俯冲的角度 这是穷奇啊 叶绍阳一看之下 立刻就认出了他 当年守卫还演的一战 他就是太阴山大军之中 最大的boss 当时被自己用计谋给打跑了 如今再看到他 叶绍阳一点也不感觉到奇怪 被雪摸请出来的 还不光是穷奇一个 两道人影在穷奇之后 从云层里掠了出来 站在了血摸身后 叶绍阳等人扫眼看去 这两人还真是生面孔 这两人一僧一道 左边那个道士 头戴玉环九阳雷劲 身穿天晶二十八秀 大秀赫长 腰脊黄丝双碎笛 脚穿海蓝塔云靴 手指黑色折扇 红面黑须 看着四五十岁的样子 叶绍阳仔细地观察到这事打扮 确定这是西汉以前 道士的穿意风格 那时候道士还不叫道士 叫做方士 想起之前 雪摸口称这人叫做神功国士 猛然想到一个人 我去 这不会是阴商国师 神功报吧 那神功国士耳朵尖得很 离老远就听到了叶少阳的声音 面如诧异 随即得意地说 贫道几千年没出身 人间居然还有人记得贫道 难得 难得 只为这一点 小友你此刻速去 贫道留你条命 我可去你的吧 小马先骂了起来 还不就是几十年前 电视台里排着这风神吧 你在里头可是恶观满鹰 奸诈狡猾的狗贼啊 不然谁知道你 你也不找个粪坑 找着自己有多大脸 真以为有人记得你啊 神功报大怒道 飞身朝小马飞了过去 小马骂骂咧咧地迎了上去 这件神功报抖开了折扇 凌空扇了一下 偏空生出了一股黑气 将自己裹在了中间 引没了身形 接着 黑气一分为散 散到黑气 绕着小马缠斗了起来 小马打了一会儿 大声嚷道 这神功报好厉害啊 不过我还顶得住 我找机会一把砖拍死他 你们先对付别的去 叶少阳再看那个什么大萝莉 长得也是够奇葩的 生得抱头凹眼 脸弱紫干 头戴黑铁骨 穿着一件大红色的直坠 面色一点也没有僧人那种慈眉善目 反而带着几分凶残之色 低声吼道 那一个是捣缝 我就是 剑文帝手持鱼 长剑冲了上去 这大萝莉士 手持一只九环水魔馋掌 与剑文帝炸了起来 双方发起一惊接触 剑文帝就觉得那铲长无比的沉重 气势之强难以招架 仗着于长剑的灵力 才勉强挡住 再站下去 只听那铲长在打斗之间不断的作响 原来是那铲长九环上 各挂了一只骷髅头 撞击间发生了响声 时间一长 这响声就在剑文帝的耳中 也变了味儿 仿佛成了叽叽喳喳的笑声 再看那骷髅头 却仿佛越来越大 一瞬间就离开了铲长 在自己面前飞啊飞的 嘴巴一张一合的 发出了擦擦的笑声 不知道为什么 这笑声的剑文帝听起来 是越来越吵 好似磨音似的 而且随着九个骷髅头变大 中间的空隙里 不断地有小的骷髅头挤出来 冲得咧嘴大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